好 楊敏你看 這個總統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看到數字 今天特別出來 召開了防疫會議 這三點的指示 確實是有到位 沒有錯 所以我們說這是總統認證的 陳時中做不好 做得最差的地方 但也不過兩天前 蔡英文的臉書才告訴大家 防疫團隊成績也算是好 那當然了 他講得很有技巧 他不是說指揮中心 或是說我們的政府 他是說防疫團隊 也可以把這個所有的醫護 基層全部包進去 這樣子你知道嗎 就是大家要罵他比較不好罵 所以這個防疫團隊 到底指的是誰 很多民眾就很懂 就說沒有錯 基層做得很好 但是就是敗在你們這些人的手上 搭上這個 蔡英文的臉書上去看一看 下面罵聲一大堆 我還看到有護理師上去罵 因為過來就是護理師姐 護理師上去罵 說總統你要不要來 我們急診室看一下 你就知道防疫團隊做得好不好 邀請總統來 跟我們一起工作兩個小時 很有趣 陳時中還出來幫蔡英文緩家 他還有能力幫人家緩家 他說總統的出發點 是對全體國民的關心 因為總統被嗆爆了 他應該是自顧不暇 所以護理師姐剛過 護理師的心聲大家都聽到了 真的不用我們講了 昨天一個護理師在現場講 講到就哽咽 他只會精神喊話 護理師提出的三點具體訴求 我沒有聽到他有具體回應 精神喊話 現在進行關鍵的一役 來 把精神再拿出來 突然之間變成成教官 精神拿出來答數嗎 網友就說功德做起來 這是我們今天的造句 功德做起來 紅酒開起來 翻譯你們不能倒 等我選上市長 人家都崩潰了還精神喊話 醫護人員說 把津貼發出來 他原文是 我們兩年都撐過來了 讓我們堅持到底再多做一點功德吧 還有 後面還有一句話 我還沒寫 他是說 他是說這個 我們一定會記得各位的 你要記得幹嘛 人家需要你陳時中記得嗎 可能要進忠烈池 好 我們先上有位 這個護理師工會的這個理事長 昨天在現場講到哽咽 我們來聽聽他 今天怎麼幫這個護理師發聲 在辦護師節的這個表揚大會 或是辦活動 我們都覺得這很形式化 我們覺得我們非常沒有辦法認同 為什麼說我們非常沒有辦法認同 我們真的不懂是立法委員 為什麼不可以修你的防疫今天 要多久落實給我們 然後而且是可以直接給我們的帳戶 沒有 只會形式說護師節快樂 可是我們護師不快樂啊 我真的很不懂我們的那個部長 怎麼這麼最近都變成走鐘王 幹話王呢 這跟無賴一樣 為什麼我這樣這麼的憤怒 我真的是很憤怒很難過 台大的這個急診 台大公會出來說急診這樣子 量能緊繃 然後一個人要顧到50個人 我們收到的訊息 我們的會員也告訴我們 一個人真的要顧到50個人的一個情況 然後不斷有各地的急診護理師 拋出在臉書貼文 他們多麼的辛苦 他們撐不下去了 你一句話就打死了 說你這個以醫院為主 以醫院為主 你今天身為一個指揮官 你傳染病防治法 你要不要去看他的法律規定宗旨 你設定了這個指揮官 你不用去管我們的醫療量了嗎 然後告訴你這個 然後你就跟我們講 那是醫院的事情 我真的覺得陳部長 你真的是說謊都不會臉紅 還是你年紀大了 太厚了 所以不知道臉紅 你們都不要這個選舉 你們都不要當政治人物 你們都下來 你們通通都下台 真的 今天我講真的 是不是因為我要照顧我媽媽 不然我跟你講我一定去喊 陳時中人家不敢擋他 我敢擋他 我一定擋他 怎麼叫他不只叫他下台 我叫他負責啊 我還去告他賭職耶 那怎麼會是這樣子 你指揮官什麼都說 欸不用不用不用 那請問一下 那到底什麼才用 汪汪水神呢 他是微酸性電子次氯酸水跟病毒細菌 作用之後呢 他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在這個非常慈禧 歡迎大家 來上快點購物化器 還有生成機 都給他買起來 當然 在我的部分折扣碼可以享有優惠 啊